中饰演的是白蕊姬 我来试这个角色反复有三遍 然后当时剧组已经都开机了 我就想可能我都没有机会了 大概开机一周左右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 你还是有一个角色的 叫做白蕊姬 我当时就非常开心 我只是想说 能跟周迅合作那当然最好啦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个角色 他是要打迅姐的 所以我当时有点紧 第一天见到迅姐 当天晚上我都没有睡着 我就拿着那个皮鞭 迅姐就告诉我 她就一直安慰我说 你放松 你就真打 她看我迟迟都不敢打她 她就开始采用一种威胁的态度 你要打 你不打 我怎么过得了 我就更紧张了 在拍摄的时候 我是真的真打了 打完以后我就哭了 迅姐说你打我怎么你哭了 总是我冲上去去打人 可能人物的性格关系吧 她让我爱这 all 我 我 然后 我